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女星罗利塔过去因为节目大学生了没固定班底而走红, 长相甜美的她个性直率,颇受粉丝们欢迎。 近日她在节目上聊到整形失败的经验,花了七万元在大腿大胶之针, 没想到净造成皮肤凹凸不平即涨了不明突起雾。 罗利塔在《麻辣天后传》中表示六七年她因认为自己的腿很粗, 因此到医美诊所希望抽支,但抽支加上术后的手伸衣费用昂贵, 医生推荐她打消支针,并强调全台湾只有他们有。 罗利塔便听信医生的建议,但消支针是将药剂打进皮肤中, 医生的技术非常重要,不幸的是这位医生打得不平均, 造成罗利塔大腿表面凹凸不平,并长了许多球状的义务。 后来罗利塔才得知这在台湾并不合法, 历经更不满表示这就是骗小孩子啊。 之后罗利塔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腿不体雕, 希望把不平均的地方推并,但效果不显著, 到现在罗利塔仍常被别人说大腿长得怪怪的, 他也回忆起前几年出门完全不敢穿短裤, 对于这段经历相当后悔。 罗利塔分享整形经验, 翻射自罗利塔点书, 罗利塔因医生医术不佳造成大腿凹凸不平。 写取自YouTube, 罗利塔腿上甚至长出球状物。 写取自YouTube。